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福布萨涛系三国莎 我是福布萨涛系 今天我们是杂谈国战环节 今天我们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主题 可能就是大家平时实验还经常会遇到 但是并没有很多人专门去研究的一个主题 就是七人局 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战的房间 它一般是你看都是这种八人的房间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八个人都准备好了 但是有一个人突然闪退了一下秒退了 然后房主来不及点了一个开始 那么就会进入一个七人局的状况 毕竟这个国战房它不像身份局房 身份局房只要八个人没坐满 即使房主点开始 他也会有专门会促进他出一个最后框框 问一下这个房主说人还没坐满 确定要开始吗 但是国战并不会 所以国战有时候我记得会一找七人局 那么在七人局和八人局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有人曾经觉得就是说七人局的话 大国碾牙会更难一些 因为四打四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 大国最多只有三个人 那么三打四的话 那肯定比四打四要困难很多 因此大国碾牙这种情况也不再会出现了 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未必 因为事实上有一种种原因 我觉得在七人局大国碾牙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看两则这个七人局路线 好第一局 那么这一局选将光丽一下我们好像都是三配四 那么三配四这个刘备诸葵亮陆续之间感应都太多了 几零天风至少这两个将本身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选了这个几零天风 两个线能力都还可以 那么其实手牌由于是一号位 我觉得这个手牌也还行对吧 有个装备可以装上 那么有一个杀也差不多了 就我一个闪都没摸到 有点遗憾啊今天惨 那么我们这个杀因为只要不是有树绒曹操的话 实际上留太多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留两张够了 所以我们就留一个决斗 毕竟这个决斗这个牌呢确实还是挺有用的的关键式的 好你看这个聊天区 聊天光就已经开始有人在分锅了 说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变成了七任局呢 大家可能天生对这个七任局有一种仇视啊 实际上我倒觉得 因为这个国战跟身份局还是不一样 国战我觉得七任局 你就当开局有一个人逃跑了嘛对吧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该怎么玩该怎么玩对不对 身份局七任局 是因为大家习惯了反贼杀 那么突然甩一个反贼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所以会觉得这个身份局七任局不好玩 但是国战七任局八任局 实际上这个区别不会太大 并不是很影响游戏体验 就是这个界面你可能不习惯 好那么这边开AOE出了一个曹匹司马懿 把上架翻了 随便给自己保证自己的行动嘛 那么我们这里已经出张招击货就可以了 开一个无限 好然后呢 它这里开始去往下面打 那我觉得这种 可能我说了对吧 已经都是Wave了 所以你看瞬间就在3-5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Wave很多时候可以3-5的对吧 有曹匹在 而你新任局3-4显然就更加容易了 这个魏国技局基本上就碾牙 但是马上出来了一个人叫做鲁肃 我们都知道鲁肃和这个玩沙蝉 那就是这个大伙的噩梦 我们看到鲁肃那样 我们就可以把此剑亮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有可能会来换牌嘛 对吧 那么鲁肃这个人在 我觉得任何大伙基本上都很难飞下来 除非有曹匹对吧 曹匹但是这个曹匹也没有翻到他呀 那么我们这里也选择最薄弱的这个点尾来下手 这个毒条给人感觉像是有蔡文姬的样子 因为我就是点尾 无论他这里是曹操还是这个敲墩 这里都应该会出来的 好 那么这边徐玉就这样直接死掉 这个魏国也实际是渣渣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保证这个我们自己装他 所以我们这里拿个武器 按理说穷扣莫追 实际上这里我们就并没有必要去追 魏国不放了 但是这个桃子我实在是不太想给他 而且这个桃子我给他了 我觉得不怕这个鲁肃有意见 所以我还是打了一个无限 是吧 结果这边马上出了一个队友贾许 哦 这样子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 两个大国一个小国了 好乱舞 好雷公主 出了一个张角 但是这边张角有一些是在这个司马懿的上架 所以就是基本上废掉了 也是特别的尴尬呀 好 那么这边 鲁肃通过这个毒条看出了一个桃菜 有一些是蔡文姬 所以你会发现鲁肃会发现这个局面就很奇怪 刚刚魏国秘密灭掉还没多久 这又变成群雄碾压了 对吧 所以这个局面 哦 主要画图 那么这里是个画图相关机 那这里既然都已经图穷比线的时候了 我们也不用多客气了 这个时候就直接就是 去打他们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打这个最好打张聊 因为他马上动嘛 对不对 像他打4在说 OK 那么切入一个3打2 但是这个局面还并没有稳定下来 毕竟我们现在状态一点都不好啊 而且这个鲁肃 你看 果然是一个这个鲁肃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组合是完全有机会2打3的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画图又没牌 所以我这边来了个很刺激的团圆结役 那么这样的话让我们稍稍转位为安了 曹皮这里他的手牌 我们估计是装备牌比较多的 那么你这里开个万键 我们可以继续去拆解这个曹皮 这个时候就在他手牌 就是为了防止他这轮的爆发 曹皮这轮只要没有爆发起来 那说实话后面的话 他这个也不是很可怕吧 他就是那一轮比较可怕 因为曹皮这个人他的爆发需要依靠于清商的 他把这个画图给翻了 那画图蔡文姬也就没准 赌条确实是蔡文姬 但是蔡文姬这里又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又不出来 难道谁都是好牌 两个红牌不愿意换吗 那么这里我们这个双刃也没必要 拼命桃子还很关键的 吃个桃子 然后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优势局 优势局我们收了很多遍 要求无闻 没有区别要急 然后就把别人给灭掉 先把自己一起活下来再说 那么这个鲁肃居住这个状态 由于我们有蔡文姬在 而蔡文姬 就是我们最薄的一环 所以鲁肃这里也不太容易 你要不请了蔡文姬杀我们 要么杀蔡文姬 那你杀蔡文姬 他把这个牌换过来 就可以跟他死喝了 那么就把猪杀断掉 取一个桃子 当然了 刺马懿也有一个桃子 是吧 这样的话鲁肃摩三张牌 还是挺讨厌的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状态了 我们就看看能不能迅速 把这个鲁肃给击杀掉 那我们这里留沙斩 还是为了保证这边一个防御 而且很关键的是这个 我这个决斗实在是不想给曹P 因为决斗留在这手里 有可能会被鲁肃给换走 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可怕的 那么鲁肃这里又莫死了 那么还希望他不要回袭吧 诶 拆我这个武器什么意思 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 这个手牌点数不是很大 我们就不要那个 去拼点了 有可能鲁肃会有一个大点数 是吧 那么我们把鲁肃打死以后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好打了 说实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曹P司马 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单司马 单挑 无论是我们还是张角 都不是那么轻松 各个旺批一达二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发现这局我们群穷 是三个群穷 是吧 这局你会发现这个 亲人局大国碾压真的很容易 一开始你看那个魏国多可怕 要不是这阵是有鲁肃这么强大的武器 这魏国就直接可能碾压了 是吧 而另一方面呢 基本上刚死个章了 我们群穷又出来这个打大国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七人局 他的这个人数很少 虽然大国可能最多只有三个人 但是那三个人 现在剩下的四个盟军里面 只要稀里糊涂死了一个人 那就是个三打三的一定 我们都知道这个三打三 是比四打四要好大很多的 因为你这个团队的人数越多 就越容易出现一个破口 越容易被别人趁虚而入 但是这个三打三 二打二 就一定会比四打四 要稳定很多 尤其是这个武将强度还不错 你比如说是像这个武国 对不对 他这个排下在二打二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四打四的时候呢 由于他们防御比较差 有可能有一个人就崩掉了 怎么样 当然你现在属国这种 如果不是特别加强度 可能连二打二都很难走 对吧 所以就是七人局的一个 一个需要破除的一个关系 就是七人局 绝不是说大招大招 就不好碾压 七人局大招招 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 那么七人局还有什么特点呢 那我们再看第二组一下 我们这局选将 刘备张飞实际上可以选 刘备张飞是一个朱雷蜜合 但是这个组合 基本上也就只上一个朱雷蜜合了 因为刘备就基本上是一个废物 这样吧 那现在又是一个自带 动过两张牌的张飞 别的没成用 那我们选这个马太福音组合 马腾合来后 那么其实揉拌还不错 两杀一闪 那么这盆手链 做了一个诸葛亮 我们抄 你想干什么 我正想干什么 把这个五张牌全放到底下 也要搞一波新的牌 开始拆我们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 菊花一锦 就怕他这里掏出个武器来打我们 挺可怕的 还不错 反而打下架了 然后把南不如期给判掉了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 另外 我少一张杀 但是你只牌队里小一张难满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保障要多类一次 这牌量是一个货牌量 特别特别大的 周瑜陆训 我们也混得过 十几张才有五张 特别特别吓人 然后这个土链 多事都不想到多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不想给他人 因为陆训想多事 还是很容易的嘛 你呼吸这个 他再来一下 而且我的陆训也是老式人 又不去打成土链 然后这边出来个小吾敦伤盒 特别的鸡贼 他去偷这个暗奖 他意思是我们三万都出来了 我亮了 你们也这样长着 然后忙乐了一件 在这个历史寺下的这个哥们 那么到我们的回合 我们先创人王盾 再质疑之笔 一般我们说 这个质疑之笔 尽量留在扭合盒最后一张牌使用 这样的话 你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到前面做好 如果你先质疑之笔了 那么你质疑之后后面的任何动作 都会让人看作 有可能跟这个身份有关 比如说看到质疑之笔 以后 然后这个出了一张杀 那这个杀 比如杀上了另外一个人 那别人就会觉得 你看到那个人是个队友 就能讲到 而我们把装备装好 杀到杀完 最后至于这些看 这样就不会给别人报道了 任何有功的信息 等下一个人到底能够恶手 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这个信息了 到那个时候 美国太担心了 好 这边是个曹操 可以说这个小尊也是 偷击不成18米 错人了 那么我们上下 跳了一个卑位 看下曹操 曹操这个乐 如果是过的话还是挺可怕的 不过索性没有过 那这个曹操 心灰意冷血也挺多管了 掉了一个难蛮决斗 确实挺挺挺的 那么这边我们的队友 一刷五度比较文明 这些能够应该能够 赢曹操的多管 他不多管 还均衡感不死 他这个曹操的末古多牌 但是脱管又没了 实现也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似乎都没有帮曹操的意思 曹操脱管了 以后手里看会不会有这个 折槽 看有没有 因为我是有点怕 就是曹操操打死以后 他会不会跑过来打我 这时候不准 他说你看了我 你又不亮将 那我要帮你打出来 我特别怕这个铝布有这么一种 想法 可以 然后是个点围 那你点了刚才 为什么不亮下回血呢 讲过怎么办 那么铝布看了我们一眼 那这样应该担心 不用担心铝布打我 那希望铝布这里马上起牌过 不错 不要做任何多鱼动物 不然人都可能会一起 对面的怀疑 尤其是我感觉 这一局的我们上家 这个曹操堆 他对于暗奖的防范心 挺重的 诸葛亮第一轮选择 跟陆迅去搞 这一轮呢 这轮选择搞卫国群雄 准备不打陆迅了 看来 准备打卫国群雄了 还顺便打陆迅 看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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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马超想对十一国宣战 拨有我们当年慈禧代号老夫爷的遗风案 好 那么这个又不屑了一下陆迅的夺势 特别搞笑 但是他可能就是为了工程 那么陆迅这里只要一个反键 就能把马超给破了他的工程 然后可以到他进行很残暴的输出 但是陆迅竟然依然在忍辱俘 逆掉货 脾气也是贼好贼好 那么这个消灯 或者凑我们 你就说吧 这个人果然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就想压制我们这些暗奖 但无所谓 你这里如果没有移我的盾的话 那我倒不是特别想出来 那我们这里无中商量一下 装那个货就可以了 他没有移我的盾 就因为他对我们的防范道不是特别重 他搞下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时间 因为毕竟下架是一个名飞位嘛 对不对 那凭什么你不去搞那个名飞位 搞一个完全未知的我呢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下一轮我们哪轮出来亮个将 那么我们这个初点赌 应该能打死一个人 那么打死如果我们能顺定打死一个人的话 那么就是个2打3 2打3还是不很好打 但是呢 吕布这里的这个 待会儿7张牌去那个进行一个双雄 也可能打死一个人 那竟然一个进行2打2 但是呢 在2打2中 由于我们这几个人 四个人都没什么续航能力 2打2排差不够 打着张合可能还是比较吃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局面呢 再混乱一点 希望这几个人再互相杀一下 如果这几个人这轮就能打死一个 那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以出来 对吧 我们和吕布一人打死一个 最后2打1就比较容易了 诶 那么马超这里就很低话 继续打这个陆迅 这陆迅看来是要死吧 死为敬 死为敬 从来不去反抗 不去反抗的后果就是 特别尴尬 这里不要错了 这里是个贝尔有点尴尬 就这里救了一下陆迅 看来是一个无果咯 那么陆迅这里被冰了 那你这一轮还不打住个量吗 还在夺势啊 还在夺势啊 好 那这个时候开始忍不住了 开始这个反击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里出来 就基本量价就能赢啊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超被破空成了 我们连组可以把这两个人都打死 那么再打死另外一个 这个时候来一个万剑 那这个时候就先放万剑了肯定 放完万剑我们考虑一个切走连环 解他连他 然后这个 这个一个九果杀打过去 是吧 你看这个万剑我就应该打死两个人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无果 那无果他有可能是大乔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难顺吧 反正是顺走 解锁连环 那么这个时候先用普通杀去杀他 试探一下 你看果然是大乔 那么再杀他 大乔一层耿直 就硬是把这个牌全流离出来 那么这个九果杀倒了 但是这个毒条 这个孙奔 但是不用怕 因为这个孙奔的毒条 是宛于大乔的这个 活色毒条的 所以如果他应该说孙奔 摸了牌又可以流离过去 是吧 那么孙奔这里被打死以后 我们基本上就很稳了 是吧 又顺利能杀 继续杀单 最好刚烈刚烈 不怕红草没事 然后我们七张牌 然后我们三张牌过 刚刚好 那么驴部这里这个 你想毒他也可以 你想这个什么 不毒他也可以 都没问题 因为他这里基本上 很有武器的这么多 你看有毒武器 所以这里就很轻松的取胜了 这一局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整个七人的局里面 由于人数很少 所以像马上这种暴降 更容易找到 你随便一个机会 就很容易清场 也有少一个人 所以这个清战场 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种七人局里面 节奏确实是变得非常非常地快 比这个八人局明显快的一个档子 加上在七人局 很多玩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 在七人局很多玩家 并不是一个八人局的心态 就是很多玩家就不是的人 对胜负看的不那么重了 往往会量价 量的更早 更浪 因此在七人局的话 你可能选那种容易清场和武器 是更有机会的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也没有经历太多的 什么一个实战的检验 所以呢大家 也是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吧 毕竟感觉好像 七人局这个东西 大家也不是特别重视 只是国战手 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有所准备就好了 对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 大概就是再两条路线 欢迎大家这个有任何的好玩的录像 都可以跟我们投稿 叫做萨道琪SJS 雅虎邮箱 那么我们的B站的ID是福布萨道琪 注意是小写的萨道琪 优酷呢 是福布萨道琪 大写的萨道琪 我们的视频并且 我们都在我们的网易与音乐的歌单里面 我们的网易与音乐的ID 做德语的处理 我们的QQ是638356742 欢迎大家加入 微信公众号是萨道琪SJS 也欢迎大家关注 好的 那么本期的杂谈国战 本期的福布萨道琪三国杀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 下期杂谈国战 下期福布萨道琪三国杀 我们再见 下期杂谈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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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杂谈国战